Brient Cuisine 廚房 Brient Cuisine 廚房 Brient Cuisine 廚房 你好 我是 Brian 歡迎來到我烘焙廚房 Brient Cuisine.com 今天我要為各位示範是迷你泡芙的做法 那各位如果要做閃電泡芙的話呢 他使用的這個麵糊體是一樣的 那在今天的示範裡面 我會提醒大家 在溫度的控制 以及攪拌上面的一些重點 讓你製作出來的泡芙呢 更為成功 跟著我的step by step 你也可以輕鬆完成它 接下來我就為各位示範如何製作我們的泡芙體 那其實在製作泡芙的時候 我們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那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是有關我們的液體部分 像一般我們的配方 有的配方會完全用到水 有的配方會完全用到牛奶 那它中間產生差異的不同是 如果你全部用水的時候呢 它出來的這個泡芙體的外觀的顏色會稍微淡一點 如果你用的是全部是牛奶的話 它烘焙出來的顏色會顯得比較深 所以各位可以做一些取決 那我們今天的示範是我們用一半牛奶跟一半的水來方式來進行 那我們先把液體的材料加進來 然後我們的糖 還有我們的鹽 再來就是我們的奶油 那全部都加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用中火來加熱 加熱到我們的液體部分開始滾了 然後我們的奶油完全融化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麵粉加進來 現在我們的液體部分已經煮滾了 下一個動作就是把我們的麵粉加進來 那再加進來之前可以把火稍微再關的小一點 那在口味上的變化 如果各位想要做的是像巧克力口味的話 我們今天用的是60克的麵粉 那各位可以把其中的10克取代成我們的可可粉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原味的 一加進來之後呢 就快速的攪拌 把我們的麵粉在我們的液體裡面完全融化均勻 這個麵粉加熱的動作其實是在幫助我們的麵粉做糊化的動作 那一般的話呢 這個溫度呢 如果各位有溫度計的話 這個麵粉的溫度應該是加熱到大概75度到80度之間 它麵粉才會開始真正的進入糊化 那各位如果在這個步驟裡面加熱溫度不夠高的話呢 它很容易在後面的操作裡面就會失敗 所以各位在這個操作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到這個麵粉的攪拌還有溫度 當你開始炒這個麵粉 你會覺得炒到 呃 邊邊的這個鍋底或邊緣 開始出現白色麵粉的薄膜 那一般時候那個溫度大概會在75度左右 那就是OK的 好 現在我們的溫度已經達到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它離火 很重要的是如果各位在這個步驟過度的加熱的話呢 它的那個油會從我們麵粉裡面滲出來 那其實也會造成失敗 所以雖然加熱時間很重要 可是也不要過度加熱 就是至少就是在75度到80度之間是最理想的 那我們就攪拌讓它稍微再冷卻一下 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雞蛋加進來 那確定你雞蛋是在室溫的狀況下 因為如果你是從冰箱直接拿出來是冰冷的 它跟我們前面比較熱的這個麵粉 其實它很難融合 所以確定你的雞蛋在室溫 它的溫度最理想溫度其實大概是在65度60度那個左右 把我們雞蛋放進來 那它就是不會瞬間把我們雞蛋煮熟 那各位也不要放麵粉放到太涼 因為放到太涼的話 它跟我們的雞蛋混合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測量一下溫度 那其實各位如果沒有溫度計也沒有關係 就是大概測一下它的溫度是微溫的 那現在我們大概溫度是在62度左右 然後雞蛋加進來的時候呢 就是不要一次全部放進來 因為溫度會瞬間的下降 所以我們一次加進一顆 然後把它全部攪拌均勻再加下一顆 小拌好的麵糊呢 它本身帶有一點點光澤 那就是我們的糊畫夠徹底 然後它應該是這種帶有一點點黏性的這種狀況 那這個時候你的麵糊才是對的 而且它應該是有一點點微溫 就是它不是完全冷卻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放進我們的那個擠花袋裡面 我們在做我們的泡芙的時候呢 最好是選用這種平口的 因為平口的話它擠出來的那個均勻度會比較好 它旁邊有沒有那個紋路 因為有紋路的話 它在烘烤的過程當中 那個紋路會事先焦黃 所以盡可能選這種平口的擠花嘴 然後就是把我們完成的麵糊 都放進擠花嘴裡面 為了讓我們的泡芙每一顆長的大小 盡可能一致 所以通常我會準備一個像這樣子的烤紙 放在底部 那一般的話 習慣的直徑大概是在4公分左右 然後把它放在我們的烤紙 那假設各位沒有像這種矽膠墊 因為一般的烘焙紙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用矽膠墊為各位做示範 那以今天的份量大概可以完成20顆左右 那因為泡芙在烘焙的過程當中 它會稍微再長大 所以盡可能每一個泡芙之間 留有一點的距離 那你在擠泡芙的是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一次下去呢 在同一個點呢 就把它擠到足夠的量 就是不要分兩次 因為分兩次的話 它在烘焙 它會長出成兩層 所以盡可能就一次 一個定點下去 就把量擠到足 那在我們的麵糊擠完之後呢 各位可能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可能都有一點點 這種煎起來的煎餃 那如果各位不處理的話 它在烘焙它會先接受到高溫會燒焦 所以一般我們的習慣就是用你的拇指沾水 然後把它這個高出來的尖角把它壓到我們的麵糊裡面去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把 這上面有一點紋路 就盡可能把它抹平 這樣我們在烘焙出來的這個泡芙體呢 它會長得比較好看 那在整個完成之後呢 下一個動作就是要進到我們的烤箱 那我們的烤箱預熱溫度 就是在攝氏215度 或是我們的華氏425度 那烘焙要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烘焙時間大概是在12分鐘左右 然後12分鐘之後把我們溫度降到180度 或是我們的華氏350度 再烘焙另外10分鐘 然後整個程序烘焙大概20分鐘都完成之後呢 關掉我們的烤箱 然後在我們的烤箱門夾一個手套 讓它在裡面繼續待大概20分鐘 讓它整個泡芙體的這個泡芙更為乾燥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放進烤箱 我們可以放進烤箱的中層或下層都OK 現在我們的烘焙的整個時間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是把我們的烤箱的電源關掉 下一個動作呢就是在我們的烤箱門口夾一個厚的手套或是木頭 湯匙然後把我們的泡芙繼續留在裡面 那這個時間大概需要15到20分鐘 讓它整個泡芙體的裡面內部更為乾燥 那我們待會20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讓它從烤箱裡面拿出來 在我們的迷你泡芙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有兩種方式把我們的卡士達醬放在我們的內餡裡面 一種就是我們從中間剖開 然後把我們的卡士達醬擠上去以後蓋起來 這是我們的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就是我們的小刀 然後在底部挖一個洞 然後把我們的Patrick Queen就是我們的卡士達醬 從這個洞注入到裡面 那卡士達醬的做法 各位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的連結 或是在我的部落格找到 希望你會喜歡我今天為您做示範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Enjoy 我記得我們頻道 我們記得拍照 我們分享葱 和我們同時ем 我們分享給大家的建築 我們分享給大家的 我們分享給大家 Chinese的